现在我们去介绍Google的搜寻技术 首先我们都鼓励大家去用Google Chrome的浏览器 首先我们开了Google Chrome 这个Google Chrome的标志 双击Google Chrome 开了一个浏览器 其实Google Chrome的网纸列和搜寻列是黑拼了的 当你在这个网纸列打不是网纸的资料 譬如打这些文字 它会自动搜寻的 我们举个例子 今天讲的是Google的搜寻技术 我们打Google 搜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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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再打 Site TW 稍后会讲这个技术 首先我们打了文字在网纸列 我们按Enter Google Chrome 它会知道 你是用来搜寻这些资料 不是打网纸进去 而是去网站 在下面这里 全都是搜寻的结果 首先 Google 它本身也有些搜寻技巧 告诉大家 我们激突一行 因为这个是Google的网站 去推出搜寻技巧 我们按下搜寻技巧 按下搜寻技巧 按下搜寻技巧 我们会看到一个Google的搜寻主页 它里面有很多搜寻技巧 在搜寻技巧 是去介绍给大家的 哈哈 去到最底那里 就是整个搜寻技巧的清单 我们下搜寻 它里面有一个搜寻技巧的清单 哈哈 我首先 打Google Search Tips 接着打Site 接着无号 接着TW 就是用了这个技巧 在特定网站里的搜寻 嗯 嗯 嗯 我们接着去看看 嗯 这里说 如果你需要在特定网站 或者是 类型的网站 去搜寻资料呢 可以在 打个Site 或者打个网站 如果不打个网站 打个国家的 曲呢 首先我打了TW 就是等于台湾 嗯 我再 我再示范一次 哈哈 如果我搜寻 按下家庭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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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接着 权户 接着 权户 接着 ark 按下 按Enter 大家可以看到搜寻结果 全部的资料 都在台湾的网站搜寻出来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教会的网站 lts.org.tw 搜寻 如果你想搜寻在香港 你可以打香港 HK Enter 就会在香港的网站搜寻出来 但是我们教会不是排第一 反而是mormonnewsroom.hk 排第二 击进去可以看到家庭文告 这个就是香港教会的新闻室 可以看到 而那个技巧呢 如果当我们不是搜寻 某个国家或者某个网站 那我们可以打 www.org. LDS.org 这个就是教会的网站 这个就是教会的网站 那它就会在教会的网站里面 去搜寻有个家庭文告的资料 那我们按Enter 或者按这个搜寻的 Icon 涂标 那它就会搜寻有关于 你搜寻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都是在LDS的网站里面 去搜寻出来的 全部都是LDS网站搜寻出来的 那第一个技巧 我已经介绍了给大家 就是Site 母号 后面的一个国家区域 或者是一个网站 那现在结束这个介绍